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由中央援建的臨時醫院今日進攻 位於亞洲博覽館旁邊臨時醫院 其中一棟建築物外掛有橫額 上面寫有中央援建香港臨時醫院項目進攻而交儀式 行政掌官林鄭月娥早前說 臨時醫院由國家承擔興建 提供820張負氣壓病床 翻查資料臨時醫院的建築面積大約4萬3千平方米 包括6座病房大樓、1座醫療大樓 1座中央機電設備大樓和其他支援設施